俗话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离散是每个人不可避免要碰到的问题。 《易经》中的换挂就象征着离散的境况。 那么离散作为一种人生常态,难道带给人们的只有悲伤吗? 人们又该从离散的境况中学到些什么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易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当善即善。 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经验。 慌乐的时光好像过得总是特别快。 接下来就是要离散各奔东西。 有聚有离,这本来是人之常情。 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常。 因为你说不定它就聚在一起,说不定它又散了。 你从整个的人生看起来也是一样的。 小时候刚刚进入一个家庭,好高兴。 全家都为了婴儿的诞生而欢乐。 然而,成绩何时,小孩长大了,离家了。 离家以后,一年难得回家团聚几次。 这还算好的,再长大一点,父母不见了。 然后呢,兄弟姐妹也很难地聚在一起。 所以我们做一个人,如果不能了解,什么叫做离散,应该怎么样面对离散,那实际上,就整个人生来讲,是一大缺项。 因为相聚的时间,比不善离散的时间,尤其是商人。 商人,他离家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还要长。 更应该了解,什么叫做幻挂。 这个幻是怎么来的? 就是你看到风吹到水面上。 当风吹过来的时候,水不可能无动于中。 因为风在柔软,它有一股力量,水就会引起一阵一阵的涟漪。 它是向四周围去扩散的。 所以杂瓜论一个字就说完了,幻离也。 就是离散,就叫幻。 大家看到一个社会,如果人心患上,大家没有共识。 这个时候,人的品德一定是快速地下降。 你看当一个社会动担不安的时候,很少人会想到什么品德不品德。 人骗就骗了,人抢就抢了。 因此,幻挂的阻止是要我们来化解这个离散的一种不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是善就善了嘛,是不了不起。 我相信也很少人会这样。 同时呢,我们更想到谁来把这种患上的情况把它化解掉,又重新缔造这种聚合的条件。 谁?那当然是主政者才有办法,一般老百姓哪里有办法? 社会乱了,他就乱了,只能各自各管自己的,这时候政府就变成非常有用。 那政府要怎么办呢? 我们常常讲,政府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叫化两个字。 在患上的时候,在人心动荡不安的时候,在整个社会脱续的时候,脱续就是没有秩序。 政府的责任就是要改变人民的心态,在不知不觉当中,让大家慢慢地又恢复原来的共识,又重视品德的修养, 使社会由动乱慢慢地又恢复平静。 这个才是换挂真正的意思。 家庭离散还是社会换散,人心都是动荡不安的。 原则换挂的主旨是告诉人们,如何摆脱换散的局面。 然而换挂的挂词,却一上来就说,换,哼,真是怎么回事呢? 人们如何才能在换散中过得哼通呢? 我们来看挂词,换,哼,他先告诉你这是哼人。 那不是平白地哼啊,不是说离散就是哼,全无此事。 就是说离散的时候,你不要悲哀,你不要迁就现实,你不要自暴自弃, 你要有所作为,使他哼通,皇革有妙。 就是说换散的时候,那君王呢,就要亲自到宗庙去祭拜。 很多人呢,尤其是外国人,都批评中国人迷信,拜偶像。 那我们中文自己也不了解,都说,哦,我们绝对不迷信,我们从来不拜偶像。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中文拜天地,天地是偶像吗? 天地是我们生活的一种自然的环境。 那什么算偶像呢? 我们拜圣贤,老实讲,在中国这个社会,我们要了解自己。 就是谁都不负谁,我干嘛扶你? 你比我强在哪里? 所以在中国社会要出头很难,非常难。 中国社会,你要出人头地,帮你的忙少,打压你的人多。 这样才表示难能可贵。 所以你看我们几千年来,我们圣贤不多,好不容易有个孔子,好不容易有个老子,好不容易有个孟子,好不容易有个真子。 寥寥可恕。 你就知道在中国社会,你想要冒出来是何等的难。 所以我们这些少数冒出来的圣贤,我们会特别尊敬他,因为他得来不易。 然后马上退回来,我们就想到自己的祖先。 你有天地,有圣贤,没有祖先,有你吗?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所以每次讲到王阁有庙,我们总觉得什么,动不动就要去祖先祖先祝败。 就是聚集老百姓的信心。 让老百姓感觉到我们这个君王他有责任感。 他要传承我们的文化。 他不是为他私人的利益 不是为他私人的权势在哪里奋斗 他是大公无事的 他是负习责任的 他是为老百姓 你看吃尽苦头 以前皇帝要祭天没有那么容易 交通不发达 还有资讯 很难 像现在这样 一下就空 去世不容易 要糟糕天下 那所有人都知道 皇帝辛苦为老百姓 去祈求上天的保佑 保佑谁 保佑所有的人 所以王阁有没有后面就紧遮的四个字 叫逆色大川 大川就是大款 你看这个换卦 它的下卦就是砍卦 砍卦就是显然的意思 老实讲 要在社会动荡不安 人民离散痛苦的时候 想要把它重新整合起来 重新建立社会哲序 谈何容易 就好像你一个小木船 想要渡过那么宽广的一个河川 那个水流湍急 同样的艰难 而且危险 但是 你君王 亲自去祭拜宗庙 让天下人都 感受到 你的诚心 就算它是 显然 你去度过 也是很有利的 因此 后面就加上两个字 叫做利争 当社会处于人心涣散 动荡不安的时候 就需要主政者 诚心为民 以此凝聚人心 然而仅凭诚心 还是不可能 重建社会秩序 使社会安定团结的 那么为此 主政者还需要 做些什么呢 断词 解释得更清楚 换 恨 我们在换善的时代 我们要使它能够恨通 那我们就要做到几点 第一点 刚来而不穷 你看那个九二 它呢 跟初六 跟六三 变成一个水 水是什么 水是流动不穷的 所以叫做刚来而不穷 那意思就是说 你有那个坚强的意志力 虽然你碰到很多 浅烂 不穷 不断地有风险 你还是可以 应付得了 柔得未复外 指六四 因为下卦是内卦 上卦是外卦 所以六四 它虽然在外面 但是呢 它有个好处 而上同 它能够跟九五一条心 全力配合它 老实讲 君王有心 如果没有得力的干部 你也是一寿无尘 王阁有庙 王乃在中也 这个王怎么奋斗 也不一定说 你有把握去 集中庙 不一定了 甚至天下太乱 你连出门都不敢 你今天可以去了 就表示什么 表示九五是刚明居中的 皇上看到天下这么乱 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 只有老白线稍微安定了 你帝王才有办法去祭天 你最起码要有工具 你最起码要有工具 你才能够设大川 你最起码要一些事情 做得你很有把握 你认为这个弦都可以化掉了 你才敢去 面对群众 要不然你躲路来不及的了 我们看大象 就整个的挂形 上面是迅 下面是坎 叫做风水泛 就是风吹在水面上 水向四方去弹样 散开 就好像什么 好像人群积极在那里 突然间听到什么意外的响声 赶快跑啊 四方八面都有人跑 一样的道理 我们最容易的 就是在四集上面看 突然间有什么变化 你想想看 抓了自己东西 赶快跑 顺便把别的东西也带走 历代都是如此 你再怎么文明也没有用 你科学再怎么发达也没有用 因为他不这样 他活不了 当人类为了生存 连生存都保不住的时候 那他是不管这些 你讲什么都没有用 这才是我们必须要 深一层去了解的 先王以显以地 立庙 所以就形成一套制度 当你把一个地业建立起来 你就开始要有宗庙 那你每年去祭宗庙 就是告诉大臣 不要忘记祖宗创业的困难 不要在你们手里面把它毁掉 我将会死了以后 没有面目去见祖宗 那我就找你们了 其实都有这样的含义 换卦下坎上讯的卦象中 满藏着风险之意 就像风吹拂水面后 可能只会引起微微涟漪 却也有可能引起惊涛骇浪 人生中的每个选择 其实都充满着风险 人们该如何应对 从换卦中 又能得到怎样的启示呢 换卦 它就告诉你清清楚楚 你面临风险 你要怎么样去化解 怎样去安然度过 而不是一看风险 我就躲 我就跑 我就丢了 不管了 那还得了 那你天天都在逃亡 那还做什么事呢 平日 如果你碰到这种状况 那你就要很镇定 要去评估 这个风险性 我们预先加以防范 所以风险主要是预先去防范 而不是事后在那里慌张 实错 叫救人 这才是正确的观念 任何事情 我们事先都封 都把它评估一下 这风险性有多大 百分之二十 你受不受得了 你受不了 好 你想办法 事先减降低你的风险 减到不能再降 那你问自己 不做行不行 我非做不可 那你就要勇敢面对 我们所能做的 不是消除风险 因为这个挂很明显告诉你 下挂就是砍挂 你能跑得掉吗 你根本跑不掉 我们只是说 把风险间低到最小 如此而已 小到什么地步 小到我可以承担 小到公司不会因此而倒闭 如果一点风险都没有在做 那你什么事都不要做 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事物有据必有善 有善就有据 善而后再据 其实那是给我们 非常好的一个鼓励 这个叫什么 叫自然消长 自然消长 是一个当然的 必然的 非降不可的 一种起伏 循环 所以我们要以平常心 来面对 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什么 第一个 你从王阁有庙 应该体会到 我们每一个人 平常应该要进天 你总要找一个 那你去敬畏的目标吧 就是稍微自己要控制一点 我的欲望 不是每样都可以达成的 我要怎么样的 很适当的 来自律 让自己不要过分 而且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要养成几个习惯 第一个 你看外国人见面 老抱在一起紧紧密密 中国人从不做这种事情 因为我们懂欲经嘛 我们再见 就是说我们还要再见面 但是我们再见 就是从此不见面 这都可能的 就再见这两个字 你就知道 说不定一会儿又见了 说不定从此不见了 这才是欲经 那看你怎么反应嘛 抱得紧紧了 哭啦 再见 又回头 又抱紧紧了 大概这辈子 没有见面的一回 因为你的像 已经让老天都知道 你的心是什么意思 你这样他就满足你了 叫做心想事成 所以你看中国人再见 他心里怎么想是一回事 但是他会觉得很平淡 就是让老天知道说 我还会跟他见面 那他就安排你们 善后重聚 我们为什么不敢那么夸张 不是我们压抑自己 老人多少人都说 中文压抑自己的情感 中文为什么压抑自己的情感 我们知道任何事情 适可而止 你一过分对你就是不利 你看我们去宗庙去祭拜 也不能天天去 不能 天天去就等于没有去 你看我们祭祖宗 一年一度 清明节 我们祭天要恭敬 衣服要洗干净 身要沐浴 表示虔诚 做给谁看 做给所有人看 我这样做 你们还不相信我 那我再怎么讲都没有用 因此 我们的目的 就是说当患上的时代 你不能够说 那就这样算了啦 关我什么事 那不可以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我为什么身逢犯上 为什么身逢离善的时代 就是要磨练我自己的 我好不容易 你看我们用好不容易 碰上离善的时代 而不是那么倒霉 碰上这种乱事 不是 这叫一念之差 乱七八糟 我才有事可做 那怎么办呢 你是个小团体 你从小团体做起 要建立共识 我们今天一天到晚 讲共识共识 就没有想到什么叫做共识 就最起码 我们人要像个人样 要我们活着干什么 再乱 你能够整齐到什么地步 你还要整齐到什么地步 尽你的可能 维护自己的整齐 哪怕是初步医伤 哪怕颜色不好看 没有关系 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 把环境整理好 第一个身体就健康了 第二个 你把脑筋搞清楚 趁乱去做任何事情 都没有好结果了 我还是按部就班 一点一滴 我相信大家印象当中也看过了 我们穷困的时候 怎么突然间没有几年 就变那么多呢 变是很快的 不是漫长 只怕什么 只怕你不去做 你不去做 它永远不会改变 你去做 它总是一点一滴 它会有些累积的成果 这是患上的时候 我们最要紧的 就是重新回复 我们应有的价值观 做一个人 就是要有价值观而已 我做一个人 我不能像禽兽那样 好歹我是个人 我猜怎么样 我要争气 尽我最大的能力 我先把自己做好 然后把我家里人做好 够了 够了 每一家都这样 这个国家就 马上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接下来 要把这六个窑 一个一个窑来看 看看怎么积极人心 谢谢大家